這個東西是在2022年 說真的一般的長輩 如果說看到柯文哲喜歡捐款 就沒問題 但是你在2022年 他是一個民眾黨的主席 當初有傳出兩個人 想要選基隆市市長 是 一個叫做謝麗公 一個叫做邱承遠 所以現在基隆的民眾 昨天才罷免完 現在都怒了嘛 為什麼呢 如果找報的話 就直接提所謂的 當選無效之訴 還弄什麼罷免 弄到罷免 大家還要出來投票一次 那如果是因為這200 是 你讓了謝國良 叫邱承遠 叫謝麗公不要選 這是不是在收銀鴨湯 這當然是收銀鴨湯 但是現在才發現 我剛才問過律師 說因為只有候選人 跟所謂的檢調 可以去對所謂的收銀鴨湯 這個條款 來做起訴的動作 或者是偵辦的動作 或者是告的動作 反正他現在跟民眾黨 也要罷免 謝麗公不能出來告 他不是候選人 唯一的候選人是民進黨的候選人 因為他已經不選 所以他不是要候選人 要候選人 所以我感覺是說 當然現在都是在基層上面的 一個謠傳 因為剛罷免完 大家對謝國良有些愤怒嘛 最後還是要謝國良 跟當面說清楚 到底這條錢的用途是什麼 200謝國良的時間點 到底是什麼 剛剛講的是 謝國良已經認了耶 對對對 他已經認了 但時間點是什麼 剛剛在講 謝國良 你謝國良 的時候是2022年之前 就是當大家各個黨在討論講說 我要不要在基隆提名人家 做市長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謝麗公非常爭取啊 因為上一次跟林宥昌選的 就是謝麗公嘛 謝麗公覺得說 我都幫國民黨選過 我來到民眾黨當秘書長 我為黨出征是剛剛好的啊 而且那時候這個民眾黨不是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人 我去基隆剛剛好啊 為什麼把他戳掉 是不是就是因為這個200謝國良 到解密USB來 解密第三件事 謝國良等超過10名政商大亨 都最近被約談了 大家還記得嗎 一頭拉古人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為什麼約談了這麼多大老闆呢 因為要證實 柯文哲USBG的數字是錢 而不是時間 我們來看這個CG啊 據說呢 北檢透過不斷跟這些大亨約談 證明了一件事 這些大亨都承認 這些數字就是錢 第二個 大家的格式都一樣 前面可能是時間 也許有一個外號 代號 有些人有有些人沒有 也許有小王小李我不知道 但後面都是數字人民 所以類似像這樣 2022年11月1號 小省1500審清金 這樣的格式在柯文哲的USB裡頭 它是一個統一格式 那既然它是一個統一格式 民眾黨說1500是時間 那我只要證明 王立寧這500是錢 謝國良這200是錢 賴香林這110是錢 高皇良這300是錢 那就可以回推審清金的1500 當然也是錢 所以柯文哲不能再講說 他這個是時間了 你怎麼可能早上5點 早上3點去跟這些人 最重要是格式都一樣 對 可能過了一欄叫金手人 所以有一堆幕僚 被約談的原因在這裡 所以更往前推 你看還包括了 所以B有可能不是外號是金手人 因為小省有可能直接給的 所以這個可能是金手人 所以它的欄位格式都統一 所以我只要證明其他欄位 數字代表的意義 就可以回推 1500是什麼意思 是 那今天最妙的是謝國良也承認了 他承認就是說 對 他就是錢 他還說如果違背政治先進法 我願意把長輩受罰 那代表200謝國良 這個謝國良不是謝國良 本人是謝國良的長輩 對 謝國良已經這麼講了 對 可是我先講這個來龍去脈 謝國良說是因為他家族有一個長輩 當時去新竹聽了柯文哲跟高宏安的演講 深受感動 所以決定要捐200萬給民眾黨 然後後來他就是把這200萬拿給謝國良 謝國良再交給了邱沛林 然後邱沛林 邱沛林再交給柯文哲 交給民眾黨 但是他沒想到說民眾黨 所以這裡可能是邱沛林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如果他是金手人 不要忘記邱沛林前一波也被約談 當時大家以為是跟王立寧比較有關係 沒想到是跟謝國良有關係 後來今天周刊還有進一步爆料是說 民眾黨並沒有把這個200萬登錄在自己的政治獻金 反而是記錄在柯文哲的私障的USB裡面 所以才會說如果是因為這樣而受罰 他願意帶長輩受罰 長輩到底是誰 我們先來聽謝國良的說法 的確有家族跟民眾黨有一些往來 那的確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其他的方面真的不方便講太多 假如檢方有傳喚我這邊的話 我一定會非常積極 而且全力配合 好來 長輩是誰 會是 因為我們想跟謝國良有關的長輩 大家最熟悉的 而且跟政治會連結的 就是台坡大樓然後連結到的林伯峰 但我們當然是畫一個問號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他 但是很容易聯想是他 因為整個黨部就在那邊 所以那個黨部有可能是 不是就黨部 基金會 剛才講到說局勢搬前的黨部 有可能是黨部的二樓 因為黨部是在三樓 他們在二樓 所以有可能是到二樓搬前 他們直接講 在對話裡面直接講黨部 因為都知道 黨部沒有柯文哲的辦公室 所以有可能是在下面的二樓 就遷到了所謂台坡的林伯峰 因為謝國良的長輩 比較知名的就是要救救救的林伯峰 問題來了 這個東西是在2022年 說真的一般的長輩 如果說看到柯文哲喜歡捐款 沒問題 但是你在2022年 他是一個民眾黨的主席 當初有傳出兩個人 想要選基隆市市長 是 一個叫做謝麗公 一個叫做邱承遠 所以現在基隆的民眾 昨天才罷免完 現在都怒了嘛 為什麼呢 如果找報的話 就直接提所謂的當選無效之數 還弄什麼罷免 弄到罷免 大家還要出來投票一次 那如果是因為這200 是 禮讓了謝國良叫邱承遠 叫謝麗公不要選 這是不是在收銀鴨湯 這當然是收銀鴨湯 但是現在才發現 我剛才問過律師 說因為只有候選人 跟所謂的檢調 可以去對所謂的收銀鴨湯 這個條款 來做起訴的動作 或者是偵辦的動作 或者是告的動作 反正他現在跟民眾黨 把這要劃免 謝麗公不能出來 他不是候選人 唯一的候選人是民進黨的候選人 因為他已經不選 所以他不是候選人 要候選人 當然現在都是在基層上面的一個謠傳 因為剛罷免完 大家對謝國良有些愤怒 最後還是要謝國良跟當面說清楚 到底這條錢的用途是什麼 我補充一下 我認為這上面的名字 寫的是謝國良不是林伯峰 這個錢就不會是林伯峰 有可能是剛剛講的 是透過邱佩玲再轉給 是 可是如果是林伯峰 而且這中間還經過謝國良 林伯峰跟柯文哲的關係 應該不用跳過謝國良 他就辦公室就做的 在這三個單位都給他用 對不對 而且包含金華城開幕的時候 林伯峰可能是在上面 辦公室之後 他是200之前還是200之後 對 萬一是200之後 他們才建立了Close的關係 現在我要回過頭來講 200謝國良的時間點到底是什麼 剛剛講的是 林伯峰已經認了 對對對 他已經認了 但時間點是什麼樣 剛剛在講 瘦佩玲的時間是2022年之前 就是當大家各個黨在討論講說 我要不要在基隆提名人家 做市長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謝立功非常爭取 因為上一次跟林佑昌選的 就是謝立功 謝立功覺得說 我都幫國民黨選過 我來到民眾黨當秘書長 我為黨出征是剛剛好的 而且那時候民眾黨不是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人 我去基隆剛剛好啊 為什麼把它戳掉 是不是就是因為這個200謝國良 所以才讓謝立功 200謝國良之後 是贏了嗎 200謝國良之後 黨部也好 辦公室也好 台坡大樓都無償提供給他們用了嗎 因為我要講2022年的10月19號 是金華城的動土典禮 那時候就有林伯鋒囉 林伯鋒就站在台上囉 站在台上啊 對啊 他跟他一起動土呢 跟他一起動土啊 所以他們確實很麻煩啊 對 所以林伯鋒跟柯文哲的關係 從現在看來是已經起碼 兩三年以上的關係囉 所以確實有可能是因為200 而牽的線啊 對 謝國良的200 到底跟林伯鋒有沒有關係 還是是林伯鋒帶著謝國良 去跟柯文哲見面 所以這上面才要寫200謝國良 我覺得這讓人非常值得查清楚 不過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上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 把所有的這個政商的關係 全部都拉來 證實的USB上面 這是金流這件事 是錢 不是時間 我告訴你 民眾黨完全不敢回應嘛 你看今天黃國昌怎麼講 黃國昌只能繼續跳針嘛 講說簡料離譜啊 離譜啊 離譜 你怎麼不敢講 你怎麼不敢講 說當初你們民眾黨 謝國良已經坦承了 他拿了200萬 不是 柯文哲也說謊 他說這個150是時間 時間啦 後來沒見面 我們倆還延期了 是啊 睜眼說瞎話嘛 可是對民眾黨要接 柯文哲棒的人會很錯啦 只要有金流 小草就崩解了啦 謝國良現在講的是200 現金200 我真的拿給柯文哲 但沒進入民眾黨的 但是沒有開單 所以呢 如果要罰 我願意帶長輩受罰 我覺得這真的是扯太誇張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不是謝國良 不是謝國良 是2022謝國良 重點是什麼 你看謝國良 基本上這200萬 是很接近2022年的年底了 可是謝立功跟邱成元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現在還沒有解密時間 所以我覺得現在 你有看過密章嗎 所以減年也可以趕快把 這個謝國良捐的時間 拿出來嗎 這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不是啊 那你為什麼要幫他洗帝 不是 謝國良 怎麼可能又有關 謝國良200 因為沒有開單據 所以他沒有在政治現金帳裡頭 那至少在USB裡頭 那USB裡頭 你拜託檢調告訴我們啊 對 自己都采認了 2022年 有捐了這幾錢 我跟你講啊 說真的要扯 扯牙湯怎麼可能 這個200萬 我覺得這個不太可能 不管他是不是扯牙湯 但是至少他證實了 USB的這些數字 是錢 不是時間 我來問一下地銀 這個禮拜外傳 對 兩岸三罪就要起訴了 可能還沒有到即將 馬上兩岸三罪起訴 我看到媒體有寫了 兩個案子是哪兩個案子 一個是金華城的案子 大家討論很久 另外一個是最近一直在 陸續在約談的 政治獻金案 政治獻金案 有可能先處理 金華城和政治獻金案 對 你看這個政治獻金 每一筆 大概如果沒有進到民眾黨的帳 一罪一罰 一罪就是 因為政治獻金法 你沒有進 如果政治獻金專戶的話 他就是三年以下去徒刑 罰的不是這些捐錢的人 是法科文哲 因為他收了錢沒有把錢進到政治獻金專戶 這些錢他就會一罪一罰 這是政治獻金法的部分 三年以下其實相對 金華城案算是比較輕的 比較輕的 但是一罪一罰加起來也是蠻可怕的 所以他是累積 他是累積 一罪一罰 他是加起來的 但是他後面會定一個 他沒開單據的據數很多 看起來是 因為上面這些數字都是沒有單據的 大多數都沒進到民眾黨的政治獻金專戶 不是 因為一二也承認 對 那他也沒單據 他說我是給現金 沒有任何單據 他自己都說了 所以至少我們確定就有兩筆沒有拿單據 黃令玲那個部分看起來 也不確定他到底有沒有 對 這個不確定 但是這兩筆是確定的 當事人承認 說我給現金 我沒有開單 對 這兩罪 兩個三年以下一起徒刑 至少這兩個 因為對去捐錢的人 他頂多就是政治獻金的罰款而已 他這些法律責任比較輕 比較重的還是柯文哲 因為你收了錢之後 沒進政治獻金專戶 他有兩個 一個是政治獻金法三年以下 另外一個可能是背信 因為他是黨主席 黨主席要進善良管理人的義務 人家捐錢給民眾黨 結果把他放進另外一個地方去 這個地方他就是有另外一個背信罪 背信罪 我看今天媒體有寫 兩岸三罪有加一個背信罪 大概再講這個 另外一個貪污治罪條例裡面 的這個違背植物受惠罪 是最重無期徒刑的犯罪 小省1500大家討論了很久 檢察官其實很努力 檢連把所有這些大咖找來 他壓力很大 這些大咖都是檯面上 動不動 總裁級的 而且這些總裁級的威力 為什麼檢察官壓力很大 如果我今天在裡面讓他不高興 他們公司就可以用財團的力量 籌組律師團 來對北檢的 所以傳這些人來 一定是我只跟你釐清 每個進來都很短暫的 你看連省省省都可以找到 像岳芳如這樣 對 所以 那你可以想見王令你可以找到 什麼樣的律師 沒有錯 然後這幾個人 檯面上的大咖 他們要找到律師團都不難 所以北檢在這邊壓力很大 但是他還是必須要問 他要把這個相關的數字 移清 因為數字到底是什麼 大家都坦承說我真的是錢 都是錢的話 1500就不可能 同一個證據上面的邏輯 1500就不會是時間 所以這部分鞏固了 另外一個地方是什麼 另外一個地方是剛才講的旗約 旗約是朱雅虎他認罪行賄 他順便就把說我旗約說 連你身邊的人 這個蔡壁如我都要照顧 旗約不用收到錢 我舉最簡單的例子 徐永明被判刑 他有收到錢嗎 一毛都沒拿到 他只是說他答應200 然後他去辦公聽會 這樣子就判7年4個月了 戀愛 來吧 我記得 有紋釀 有紋釀 的